我叫陈淑一 2021年 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为自己高兴 但我总觉得 心里还有一个梦想 一定要去实现 我向往青藏高原 那是我热爱的土地 是我儿时浑迁梦吟的地方 人的青春有很多种颜色 我庆幸 我的青春有了这一抹光荣的迷彩 我照着镜子 好像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说 这身军装爷爷也穿过 这是家族的荣耀 红色的传承 我从校园来到军营 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这段时间 我既憧憬又忐忑 我们每天迎着朝阳 踏出整齐队列 在军歌声中打理捷径内务 这般充实且规律的生活 让我更加期待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 遇见另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的成长之旅 跨过祖国各地 从沿海溢渝的县城 到西南天府之国 最后走进 无比向往的燕远北大 在一路行远的旅途里 我感恩这个时代 感恩每一个温暖的人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 去回报二十年来的所获所得 终于 我将要踏上军旅的征途 也许 那里高寒缺氧 也许 那里充满荆棘 但我知道 当兵 报效祖国 就是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去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这才是我最想要的青春 也是我无悔的选择